有一个称呼叫你静哥哥 所以呢 现在我想问问唐嫣私下里会怎么称呼你呢 最近 娱乐圈再次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而这次的主角是一直低调的演员罗进 有传言称 他因为未能入选某部备受瞩目的剧集繁花 竟然奋而三年不发抖音 背后的原因似乎牵涉到剧组内部频繁杀青 让罗进陷入沉默的三年 罗进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表达了自己因为能入选繁花剧组而感到的失望 据悉 罗进曾多次示劲 但由于剧组频繁杀青 最终未能如愿以偿 这一发声引起了网友的猜测和关注 纷纷表示对于这位被冷落的演员感到心疼 言言 更引人注目的是 繁花在开播后 唐嫣和胡歌的CP组合引发了热议 罗进的社交媒体账号下涌入大量调侃的留言 让他的抱怨和沉默三年似乎成为了一种调侃的背景 据悉 繁花在开拍前就陷入了不断杀青的困境 而罗进的视镜成为了牺牲品 这引发了对剧组管理和导演决策的质疑 罗进的不幸成为了一场繁花背后的插曲 也让人们对娱乐圈内幕有了更多的猜想 对于繁花中的爱情戏 胡歌在采访中透露了一些内幕 他表示 在剧中导演王家卫并没有明确告诉他宝总最爱的是谁 全品感绝演 而演到最后 他认为宝总最爱的是汪小姐 这是一场感性的解读 引发了粉丝们更多对于剧情的猜想 罗进和唐嫣 两人自从2018年的10月28日 在微博上官宣正式领证结婚的消息之后 不仅活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恩爱夫妻优秀典范 还做到了打脸离婚泛滥娱乐圈 其实两人走在一起之前 都经历过爱情的苦 发生过不少事情 那么两人在嫁给爱情之前 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罗进在拍摄《穆桂英挂帅》的时候 认识了苗普 两人长时间待在一起 因为拍戏而生出了感情 一来二往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 当时这对恋人受到了无数人的支持 外界都认为他们是娱乐圈中的俊男靓女 恋爱好几年之后 别人都觉得感情逐渐稳定下来 可以走进婚姻殿堂了 于是两人便约见对方的父母 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 父母会强烈反对这段感情 其实他们父母反对这段感情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苗普的父母认为 罗进是一个刚出道不久的演员 长相看起来平平无奇 将来不会有一番大作为 而且年纪很小 与自己的女儿无法走到最后 而罗进的父母则认为 苗普的年纪比较大 与自己的儿子之间 会有代沟方面的问题 很有可能会在婚后 爆发各种各样的争吵 谈谈恋爱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走进婚姻的地步 俗话说得好 没有父母支持的婚姻 很难坚守地下去 这句话在两人的这一段感情当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 没过多久 两人便走向了分手的结局 相比于罗进略微有些曲折 但比较简单的感情史而言 唐烟的感情则是要更加坎坷一些 唐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在校期间从不缺乏追求者 在毕业之后 更是凭借着一张清诚可人的面孔 吸引到了成天娱乐老总舞客播的注意力 他看中了唐烟的前置 认为唐烟在娱乐圈中必能大火 于是将唐烟送到了香港去发展 唐烟被送去香港发展的时候 走的路线是性感风 虽然唐烟的颜值和身材 的确能够驾驭这种风格的路线 但是碍于当时的香港娱乐圈 已经有了太多同质化女演员的出现 以至于她很难在那边有出头的机会 为了快点合起来 唐烟接下了大尺度激情戏的拍摄剧本 毕竟以前不少女演员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火遍大江南北 受到很多人的认可 但是此事放在唐烟身上 似乎不再沉迷 而唐烟也因为拍摄这种戏份 与曾志伟闹出了绯闻 为了让自己的口碑回转 唐烟决定回到内地的娱乐圈发展 一回到内地的娱乐圈 唐烟便被记如锦牵下 这位经纪人曾经带火过很多位演员 看到唐烟的第一眼认为 唐烟并不适合走性感的路线 决定更改她的人设 在她的带领之下 唐烟走上了甜美清纯的路线 更改路线之后 唐烟的资源也越来越多 还参演了不少知名的电视剧 比如《仙剑奇侠转三》 《下家三千金》和《爱情睡醒了》 这些电视剧成功让唐烟转型 成为娱乐圈中的甜美女演员 而唐烟也因为拍摄了这些电视剧 遇到邱泽 邱泽还没有和唐烟在一起之前 其实已经是相当出名的渣男了 即便邱泽是出了名的渣男 唐烟还是被她吸引到了 两人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邱泽相当懂得哄唐烟开心 甜言蜜语加上嘘寒问暖 让唐烟彻底沦陷在她所制造的温柔香当中 无法自拔 两人在一起之后 她一改往欲斗温柔形象 花花公子的性格暴露了出来 与不少女演员有着不清不楚的牵扯关系 那时唐烟身边的所有人都认为邱泽不适合她 但唐烟还是舍不得这一段感情 继续和她在一起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这样分分合合 两人蹉跎了很多年 直到邱泽的所有真实面貌被全部爆出来之后 唐烟终于忍受不住提出了离开 两人会分道扬镳 早已是大众们意药之中的事情 毕竟一个炸得明明白白的人 怎么会做到浪子回头呢 唐烟和罗靖在感情上都相当不顺利 但遇到彼此之后 便成为了人人都羡慕的模范夫妻 其实两人并不是在各自分手之后才遇到的 早在2011年的时候 两人就有了合作的关系 那时两人一起拍摄了乱世佳人这个作品 虽然没有任何爱情的火花 但都给各自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本以为缘分就此结束 但两人没想到没过多久 又合作上了另外一个作品 X女特工是两人共同合作的第二个作品 在剧组相遇的时候 两人很快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每当唐烟拍戏遇到难题的时候 罗靖都会在一旁默默地知道 如果是罗靖在拍一些比较危险的戏份 唐烟也会在旁边看着 一来二去 两人成为了娱乐圈当中难能可贵的 纯洁男女朋友关系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都在期待 两人能够继续合作 毕竟将两人放在同一个镜头画面里面 实在太过于养眼了 没想到真的让网友们等到了这样子的机会 没过多久 两人又合作了第三个作品 第三个作品是《克拉恋人》 唐烟在拍摄这个作品的状态并不好 因为个人情绪的问题 总是导致拍摄无法顺利下去 当时罗靖看到唐烟的状态 立马做好了扮演倾听者的角色 唐烟看到罗靖如此细心体贴的一面 神手触动 而罗靖也被唐烟身上的真实所打动 两人对彼此都产生了一定的好感 但两人都没有想过要将此事说开 毕竟在他们看来 以好友的身份相伴在对方多年 如果刻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 很有可能连好朋友都做不了 直到两人第四次合作 才从好朋友的关系转变成情侣关系 两人第四次合作的作品是《锦绣未央》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两人都对外明确了恋爱的关系 虽然说明确恋爱关系 收到了很多CP粉的祝福 恋爱了两年 让人觉得是时候该走进婚姻的殿堂了 于是两人便在2018年官宣了正式结婚的消息 其实两人从恋爱到结婚一直都相当低调 虽说经常被拍到同框的画面 但两人都不会刻意去秀恩爱 而唐烟和罗靖的婚礼 也是到了结束之后才有图片传出来的 图片中的罗靖 简直就是极帅气与温柔的贵公子 唐烟则是极富浪漫少女感的公主 脸蛋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仅仅是从图片中 便可以看出其中流露出来的甜蜜 其实两人甜蜜的瞬间远不止于此 只要是两人一同出席红毯活动 总能看到罗靖会温柔地注视着唐烟的画面 网友们看到这些恩爱的画面 纷纷表示太甜了